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坐骨神经痛是现代西医的名字 那基本上它就是在腰椎 或是腰椎跟肩椎之间 产生一些病变压迫到神经 然后产生腰痛 还有大腿后臭外臭的痠痛 整个人下来 这个叫做坐骨神经痛 所以它是因为腰椎或者是腰椎的神经被压迫到了 然后导致像是臀部或者是腿痛是吗 对 是不是因为坐的时候会痛 叫坐骨神经痛 不是坐的时候会痛 它有时候躺着也会痛 站着也会痛 所以这个看它的病的情形什么样 那以中医的观点来讲 中医是没有坐骨神经痛这个病名 中医它有一个腰痛 所以它的腰痛的范围是说 任何引起腰痛的问题 都叫做腰痛这个大范围里面 然后它的腰痛 假如从腰然后往腿部沿线的话 我们叫做腰腿痛 在中医里面有个叫腰腿痛 那这个就比较 跟现在的坐骨神经痛相类似这样 那以中医的情况来讲 腰痛的病因有好几种 那总结资料来讲 比较常讲有五个成因 有五个原因 对对对 一个叫做风寒性 就是说比如说你感受到外面的风寒 引起腰痛 这个会感冒 风寒就是 像感冒之类的 什么之类的 感冒也会 感冒的话 你像流血性感冒 你有时候腰酸背痛怎么不会 这个也是一种腰痛 那第二个原因叫湿热性 就是因为你体内有一些湿热的疾变 那湿热疾变会影响到腰痛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湿热 第一个是风寒 第二个是湿热 第三个就是外伤性 外伤 外伤就是说你跌倒撞击 或是被人家打 引起的那个叫外伤性 那一个是 再来一个就是虚损性 虚损 所谓虚损 就是说你长期让你的腰椎 受太大的压力 而且再加上你 本身生活 比如说睡眠不好 喜欢吃冰 穿高跟谁 做一类的 让这个腰椎 这一代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穿高跟鞋有关系 对 然后慢慢形成一种腰痛 这个叫做虚损性 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退化性 那退化性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 人际大的话 一定会有退化性的腰痛出来 几乎90%以上的人都会有腰痛的问题 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是 大概人大概从几岁开始会有退化性 那不一定 依我目前的临床 50岁以上 就很多了 50岁以上 对 就有退化性的腰痛出来 不是虚损性 虚损性是 30岁 20几岁都有可能 虚损性可能就是 跟生活 跟生活 有关系 对 是 那退化性就是 年龄到了自然就会有 那样子的情况 对 是 哇 所以它有五种原因造成 对 那五种原因造成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这种不同的类型 它的症状会不会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讲 臊骨弦性痛 是 所以我就把那个 跟臊骨弦性痛 比较有关系的原因 把它解释一下好不好 好啊 那第一个我们来讲就是 最简单的就是外伤性 你比较起码 跌下来 还是说 严重的症状一撞的话 假如说你射伤的部位 刚好在 在这个腰椎的话 是 在这个腰椎的话 你会 你会造成 这个是一个 一个腰椎 一个腰椎 腰椎上面有很 坚强的那个 刃带保护着 那你射撞击以后 你这个 假如说你撞击的部位 刚好外面的刃带 断裂的话 那里面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 明胶 明胶就会往外凸 凸的话 要获得先行 就已经造成 自我先行痛 这个叫外伤性 这个 这个肩盘 也叫腰椎肩盘 是不是 对 叫明胶 明胶 因为 外面还有 还有很 很强烈的 腰带保护着 但是你 外伤的话 你会把这个腰带 断裂 断裂的话 这个明胶就跑出来 跑出来 是不是就压迫 神经 那就已经会造成 自我先行痛 神经是不是 它侧面旁边 这个黄色的就是神经 这个就是神经 黄色的这些是神经 那就是因为它错位之后 椎肩盘出来压迫到黄色的神经 对 这样子我们也会引起腰腿痛 对 对 是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虚损性 所谓虚损性就是因为你 长期让那个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最常见的就是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 还有呢 那个像所谓 它一天要站18个小时 或怎么样 长久站立的也会 对对对 然后呢 它回家又应酬 又喝酒 尤其又喜欢喝冰的 喝啤酒 是 那造成长期造成这个腰椎 承受不当的压力 是 那承受不当的压力会 久而久之之后 它这腰椎附近的那个 那个卵子之 血一喜欢就不好 汇物排不掉 是 那就会变成僵化 那僵化以后 它这边就变得比较脆弱 那比较脆弱以后 它假如说某一天 管理要突然搬个很重的东西 或者是说它 啤酒 这个就会破捏 破损 破损就是 然后那个明胶就会慢慢渗出来 就是肌肉组织 外面保护的那层肌肉组织破损 对对对对 就会稍微破损 然后呢 这个明胶就渐渐渗出来 现在等到它 它压迫到神经以后 你就会开始产生 痛苦 痛苦 难怪有的人说 打个喷嚏都会引起药痛 对对对 就是这样来的 或者说 或者说 弯腰 弯腰把个东西上来 是 奇怪 都不能动了 这个就 就是它平常 它没有好好保养 它因为它的生活方式造成这个腰椎 不当的受力 之后 慢慢形成了一种疾病 这样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老化性 老化性 退化性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年纪大了之后 年龄大了之后 我们的肝跟腺都会比较虚 在中医讲 就是肝腺殷虚 那在中医的理由里面 肝腺跟筋有关系 因为肝虚的话 你的筋 就是外面的这条腺带 就比较薄 比较没有力量 比较没有弹性 那腺呢 腺子骨 那你腺比较虚的话 你那个骨就不冲 我们这样骨不冲 骨髓就比较空虚 比较空虚 就有点类似 现在的名字叫骨质疏 对 所以它就越来越来 这边的椎间盘之间 就越来越窄 这个名教也会干顾 整个的话 它这个就会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以后 就会产生摩擦 就是 骨头跟骨头 直接产生摩擦 就是椎阶跟椎阶在这边 常常在这边摩擦 摩擦以后 就会产生所谓的骨油 我们讲骨油 骨油啊 哪一个 那个油就是一个病字旁 再一个油漆的油 油漆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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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油 骨油 然后呢 这骨油 我们就通生我们讲的骨刺嘛 所谓骨刺 我们这个看不出来 就是它这边 这边就变成萎缩下去 两个连在一起 变成凹凸不平的 它不是一个很光滑的 然后变成这个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 不规则 那不规则的话 假如说你呢 你那个长的骨刺刚好是压到这个咸阶的话 是 那也是作骨咸阶痛 是 对不对 为什么 每个人都会退化 只是少不问 只是一不问会有作骨咸阶痛 因为呢 它的骨刺没有长在这个地方 它比如说它长在比较互部的地方 它没有压迫到 没有压迫到神经 就没有感觉 是 但有些压迫到神经 它就会痛 就会痛 就这样 所以说其实造成这个作骨神经痛 腰腿酸痛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 那么中医是怎么样来治疗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刚科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造成作骨神经痛的原因 在中医的角度看呢 主要是有五个原因造成 像是风寒 湿热 外伤 虚损 以及退化 那么针对这些原因 中医有哪些方法来治疗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 科医师 科医师 我只能说 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 效果非常的明确 是 那中医治疗的方式 我们做五神经痛的话 第一选择 已经是用尖灸 尖灸啊 对 那尖灸完了以后 一定要跟随着药物治疗 就是也要吃药 那必要的时候再做一些礼经推或是拔冠之类的 这边走下来 我们会看他酸痛的 酸痛的展人是怎么样 我们再选择必要的穴道 我们先讲膀胱经的穴道 我们比较常用的穴道 比如说 线书 大唐书 大唐书 尾中 橙山 昆仑 那胆经我们比较常用的 环跳 风式 阳灵泉 秋虚 最最类 那尖灸的话 我们是会建议他 两天来一次 去给 去到中医诊所给专业的医师来诊求 两天扎一次 是 然而呢 假如说他酸痛比较严重的话 我们一定叫他配合吃药 是 那吃药的话 就会有好几个状况 嗯 他这五个先行痛是因为外伤引起的 那我们是和血化医为主要的用药基础 因为有外伤 他可能有淤阻 对 那假如说他属于虚损性的 那我们就是用 看根据他的体质 看是要跟他补气血 或者是说 或者是补气 或是养血 是 以这一类的方式来 来治疗他的那个 治股腺心痛 那假如是退化性的话 我们就以养肝血 跟补腺虚为主 就说要让他的骨质再护原 不要再疏松 就用这个方法的用药来治疗他 所以中医就是看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就针对那个原因来做治疗和调整 对 就说每个不同的原因都有不同的用药 是 所以他应该药方有蛮多种的 太多了 很多种 很复杂 很复杂 对 是 所以这个一定要到中医的诊所去给专业中医师看 这个主要是因为你要根据你的体质 即使是虚损性的 是 那我们用药的时候会根据他的情况啊 比如说他是女性跟男性我们就不一样了 女性我们大概是以八真汤为主嘛 对不对 男性的话大概就以六位地方汤为主嘛 那然后加加减减去治疗他嘛 所以女性是八真汤 八真汤就是补气血的 补气血的 一定可以环节那太好了 但是他要就是说要保持他不再复发的话 那就跟他的个人作息很重要了 跟作息有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他比如要跟他缓解之后 那他他比如说他要搬东西呢就不要用腰力 用腿力 这个很重要 就是搬众目的时候要蹲下去 不要是用弯腰 要整个脚蹲下去 对 然后用脚的力量把它搬起来 对对 还有呢 女性最要不要穿高跟鞋 这个很重要 爱美的女性朋友要注意了 如果不要到说会产生腰腿痛的话呢 没有特殊的场合 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啦 对 平常就穿平底嘛 对对对 还有呢 假如说你要去做一些轻微的运动或怎么样 因为总是要运动嘛 那用护药把它绑起来 再一个很重要的 绝对不要吃冰 为什么不要吃冰 啤酒也不能喝 因为那个都会造成局部血液情况不好 那你有酸痛症的人 那个你血液情况不好 他就护员的比较慢 是 所以这叫痛则不通 对对 通则不痛 对 就是因为他有酸痛就表示有地方有气血不通 不通啊 所以如果说喝了冷的也会加重他这个不通是吗 不通对啊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饮食方面呢 那既然要通的话就不要吃太高热量的食物 是 像动物类的东西就不要吃太多 我们就以粗糙的五股类 是 加上一些蔬果 那当然要一些良性和蛋白质 也要一些蛋白质嘛 是 然而把身体保持维检性 那他的那个气血情况就比较好 那酸痛呢 也比较容易治疗 那在您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治疗里面 应该会有一些特别的案例 对不对 有很多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刚科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治疗坐骨神经痛呢 其实通过针灸 以及配合服药啊 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些保健保养 是可以达到很好的缓解作用的 那么接下来 科医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 他治疗坐骨神经痛的一个实际案例 科医师 在您过去的这个看诊中 其实您刚才私底下跟你聊 就是说有一个就是 您治疗的效果还不错的 您是怎么为他治疗的呢 应该这样讲啦 治疗效果不错的很多啦 是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举的例子不能太多 是 那我就是举一个 那个患者 三年前大概四十二岁 四十二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发生治疗行动 是因为长期性的构度疲劳 跟那个穿高跟鞋 或者因为他是当老师 所以一整天上钩下来 九二九十以后 他某天起来 他弯腰洗头之后 整个腰就停不直 那过几天就觉得 微微的有那个痛 往下部延伸 反正就要找我们 就去跟他煎那几个穴位 我叫他两天来一次 他煎了五次之后 他就没有来了 然后打电话来说 柯克斯不痛了 我就不想再治疗 我说我不是叫你吃药吗 你为什么不吃 你说不用啦 不痛就不吃了啦 这么快啊 然后呢 三年之后就是金人 是 他又来了 我觉得我判断啦 他是以前是虚损性 但是因为经过三年之后 他没有好好保养 是 那整个时候那个 有虚损之后 就会产生退化比较快 因为他的年龄也到了中年 对对对对 所以虚损加退化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叫他开始 两天来扎一次尖 然后他这次就乖乖吃药了 这次乖乖吃药了 乖吃药了 这次乖乖的问题 我通常我比较喜欢用 六味地黄汤 再加减 那六味地黄汤就是这个沉温 这个是蛇地黄 淮山药 是 牡丹皮 是 山猪鱼 折蟹 还有这个茯苓 这个就是六味地黄汤 然后我 这个通常会加上去 药比较好喝 所以会加上这个果汁 那因为他是个案 因为也要补充他的骨头 所以我还要去掉 他的酸痛 让他酸痛快点好 是 所以有加一些驱风药 比如说毒核防风 那要顾他的筋骨 让他壮一点的话 又加一些肚重 骨脆骨续断这一类的 然后他整整 他这一次来尖叫五次 大概吃了十铁药 大概前后的时间有多久呢 两天一次吃 大概十天嘛 十天啊 吃个十铁药嘛 那他又说 各位说我好了 我就不想去 因为 我是 我当时是跟他建议你 你最好要吃 要吃个二十铁 你即使不来间接也没有关系 你先去吃药 那他有没有自己吃药 我就不知道了 那反正这个个案呢 就这么很快又解决了 所以呢 这种个案 即使比这个更严重的个案 我们 在我们医院的处理啊 这种状态 几乎都是可以缓解啦 是 那缓解之后 要让它不复发 那就牵涉到保养的问题啦 是 所以保养也是很重要 嗯 然后呢 保养之后 让它不复发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人都会老嘛 是 会退化 怎么样 让我们的退化慢一点 是 你像虚寥性的是 他的 他个人生活上的关系 嗯 但退化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嘛 对 所以这个 要让我们的腰椎 挺而直 不会产生正乎腺经痛 那我们就 非常 非常的重视保养 哦 所以保健很重要 对 这个要怎么样保健 怎么样来延缓 我们的这个退化呢 依那个年龄来讲的话 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先体 危检性 危检性 危检性啊 对对 就是说我们的饮食要尽量清淡均衡 是 而且要选用粗糙的五谷类 嗯 跟过世过样的蔬果类 是 混合的吃 哦 然后呢 不要太重 吃肉啦 什么 把先体养得胖胖了啦 嗯 造成那个伤高的症状 是 那伤高之外 你你你你血糖高 血血压高 血脂高 血脂高 嗯 你先体变酸性 是 你产生这种自我旋轻松 就不容易好 而且很容易产生 是 那当然平常呢 嗯 嗯 到某个年龄你就不要吃冰啦 哦 还是 不要吃冰冷的东西 不要吃冰冷的东西嘛 是 然后呢 最好呢 就是说 有心的话啦 嗯 就可以自己去买这个六位帝王汤啦 嗯 回家熬一熬啦 一个礼拜喝一茶嘛 是 那必要的时候就 限制说可以加一些 龟乳奥仙胶一起吃 把自己的骨头充满的那个 骨水非常充满 是 这样子就不会 那就就不会说 腰腿酸 腰水酸痛 也不会产生这股腺筋痛 河医师 除了就是药物还有食物的这些 食疗方法的注意之外 其他还要注意什么吗 有 那当然要延缓老化 嗯 很重要的一个是运动 哦 运动 经常性的运动 而且除去性的有氧运动 是非常重要的 是 因为它有帮助我们流汗心肺功能好 嗯 通太阳 接吸收太阳 我们的骨质 产生维生命D之后 我们的骨质 还不容易流失 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哦 所以 除了药物饮食啊 还有知识的 平常的一些坐姿啊 站姿啊 搬东西的姿势之外呢 运动也很重要 刚刚科医师有说 就是要持续的有氧运动 对 对 这样子可以延缓我们的这个 就是退化啊 这些所引起的腰腿疼痛 对 没想到中医治疗做股神经痛 有这么好的效果 今天非常谢谢科医师到节目中 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方法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感谢观看